好 中國舊經濟又要出招了嗎 我們來看看這是最近 這個剛剛出版的習近平 關於金融工作論述的摘編 特別提到說 中國央行應該要逐步增加在公開市場的買賣國債 那麼上次買國債是在2000年的時候初期 這麼那之後呢 其實用來調整整個市場流動性的工具 就是在降準的部分 那他就說現在中國的QE版要出路 我們開始買債了嗎 好 商量銀行這邊的首席經濟師就特別說 為了實現合理的貨幣跟信貸的成長 人行應該會減少降準頻率 那麼依靠更多是資產負債表的擴增 感覺是呼應真的會開始推動中國版的QE 那有人說中國的法律是說 央行沒有權利來進行買賣國債 說應該不可能有QE 所以商譜我們怎麼樣來解釋 現在這個時間點幹嘛要出現這個文章 中國不會隨便看文章 不會隨便寫這些議論的 目的何在 這個文章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去年10月30號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來的 去年就講了 那現在又來一次幹嘛 六個月了 其實說 暗示什麼嗎 其實到現在還沒有動 中國央行現在還沒有真的去買國債 對 那暗示什麼呢 我們一個一個更改的說明 暗示要買了嗎 因為我覺得說那個QE 我用一個形象化的說法來講 就是直升機大傻幣 對 那直升機大傻幣有個問題是什麼樣呢 就是增加貨幣供應 那之後刺激惡性的通膨 對 所以中國跟很多國家都避免的 日本跟美國曾經在 日本在2001 2010做過 美國是測案危機之後做過 基本上都是短期要治療他們的陣痛 他們有個前提的 就是QE是一個超常規的貨幣政策 什麼叫超常規 就是當時根本利息降到零 根本沒有其他方法來做 那如果說那個利息降無可降才會這樣子 但中國一直用三個工具 一個叫降息 一個叫降準 那個銀行存款那個準備金 還有那個叫擴表 那三個方式來做 基本上都一直都有效 那現在會不會大幅度的 去做這個大傻幣的工作呢 你看到習近平的說法是 有必要充實貨幣政策工具箱 我覺得是現在是說一說而已 不會大局買債 曾經中國在2000年的那個 千禧年代開始有試過 但是基本上都是昙花一現 通常現在做的是 逆回購跟MLF 就是中期的貸款 那這一種的是大概存量 現在7兆人民幣左右 那還會繼續 那我相信暫時不會 頂多那個債都是用直壓的東西 不會陷入流動的情況 那為什麼要避免這個 是避免惡性通貨膨脹 那個是最重要的原因 好 為什麼現在要說那一句話 那我們先從那個 基本的法規開始看起了 中國人民銀行法 第29條規定 央行不得在一級市場 認購國債 就等於說我不可以 八國債自己就認掉 你要一轉 二轉 三轉 二轉 三轉的時候可以 那07年的時候曾經有一次 大概1.35兆人民幣左右 當時是通過財政部下面的企業 發行 那之後農行有到國債 央行再從農行去購入那個國債 頂多是這樣子 那那個地方是一次性的 不是長期如此 那現在習近平為什麼提出要 有可能購買國債呢 原來是因為說它有一個大問題 就商業銀行還有地方政府 他們本身都的子彈都打滿了 子彈用完了 為什麼呢 商業銀行我舉個例子 他們對於那個國有的那個國債 國債 基本上它發行 國債發行量64% 都基本上商業銀行都已經持有了 然後那個地方在86% 都是商業銀行的持有 就是商業銀行 他們都已經沒有銀彈了 所以現在央行要出來 供單風險 它要出來接棒 去繼續擊鼓傳花下去 所以這個是他們真正的原因 原因是因為說 原來它打滿了 一定要通過這個買國債 來救這些銀行 跟地方政府 那地方政府的地方債 城投債都需要救 那同時也實現 實現幾個禮拜前 我們講過的 就是社會主義住房關 就是習近平希望整個中國的住房 都它蓋起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才是真正的原因 它要救亡圖存 對 定向發行 而不是要 現在換老大出來了 對 沒辦法了 那這個事情一推的話 正反兩面的效果都有 正反兩面的效果都有 我常覺得說中國現在它是用 那個攻擊車去面對問題 以為用那個一般的槓桿 可以去處理 其實不是 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需求車的問題 如果你的那個薪水沒有漲 好像那個李克強在生前講過的 六億的人民每個月 只有賺一千塊人民幣 那你看看這麼貧窮的時候 你投放大量的鈔票 會刺激惡性的痛膨 那而且更嚴重的是 那個在現在中國經濟那個 有失業率那麼高 那個房產這麼的低迷 股市房市也這麼糟糕的情況下 我覺得說這個QE並不是一個要方 而且我看這個也是 是彈劃一線 是定向的去發行用的 所以我的預測是 大概是跟這個 丁爽說的一樣 就我覺得它會不會去大撒幣 但基本上會靠擴表 來去處理問題 減少降準跟降息 因為我預計今年降息 大概降息10到20個基點 那降準可能20個基 25個基點就結束了 也不敢太多了 不敢太多了 我覺得擴表比較有可能 就是把債展起 OK 因為怕這個通膨更厲害 對 好 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股票市場上 最近中國出現這個反彈 這個跟很多市場的圈錢有關 也很多韭菜又被割了 對 很多韭菜被割 中國散戶基本上 你看到這個圖 就是有一些反彈 但反彈香港股市 跟台股的黃金交叉 早就過去了 所以你看到整個情況不樂觀 割韭菜的重點是 很多都是集體性的詐騙行為 割韭菜的重點是在於說 圈錢 因為中國的股票市場 基本上缺乏監管 母公司 如果是跟子公司 都是國企的話 子公司上市了 母公司跟子公司的 財務報告可以合併的 而且隨時可以伸手 到子公司掏錢的 全中國2億1900萬的散戶 基本上佔了整個中國 資本市場的60%的流動量 那這一些錢 都是被割掉的 1.9兆 那有人統計過 以2019年8月為例 基本上你到國企 國企裡面去 投放大概是122塊錢 基本上你可以拿回來 只100塊 如果你投放到民企裡面 投放349塊 拿回來只有100塊 所以割韭菜的情況很嚴重 你買的股票很快就掉 整個業績會造假 定價會過高 那浙江國翔事件 在去年爆發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 我相信這些情況 會一路會出現 現在怎麼樣看中國股市呢 行情有一點點的上漲 但我說需求面的問題 沒有解決的話 我覺得整個情況不妙 你看各項數據 可能有一點點小陽春的味道 但失業率 還有他們房市股市 還有經濟成長 我覺得都不樂觀 而且對於數據沒有信心 而且外資撤離的情況非常嚴重 你看香港也是如此 所以我看這個情況 在三五年內我覺得很難流轉 三五年內股市都不好 它會有小小的顛簸 但是我覺得整個地方 是往下沉淪的機會很大 OK 已經這樣再繼續三五年 往下沉淪 有時候這人多保重了 謝謝桑普 我們看起來台股跟路股 真的兩樣勤 台股現在看起來 是非常多的機會 當然在高點的時候 很多人說現在不用去高震 因為我們資金行情還在 基本面也還在 重點大家好好做功課 我們今天節目提供了很多的內容 大家可以好好地來複習 祝福大家 這一波的股市的翻轉 也可以翻轉自己的財富人生 投資要笑到最後 下禮拜操盤一切順利平安 拜拜 抱歉 www.bisj 么 habían